我们开始第二场今天科学沙龙演讲 第二场的讲者是 我说过以前已经来我们科学上演讲过的老朋友 蔡一鸣老师 他今天这个题目其实还蛮specific 因为他要讲四位 刚才这个陈竹庭是讲pre-nobel era 是在诺贝尔奖前那些都是历史人物 他可能原先要讲很多位 那他时间有限他只讲最后停到法拉第 那今天蔡教授我猜想只要讲当代的 没有也是诺贝尔也是之前 好我们就听你讲就是了 他要介绍这个四位跟诺贝尔奖 擦身而过的化学家蔡老师 好感谢 上回这个就是 这个高主任随便讲了一句话说 应该要讲讲这个化学家的故事 我不晓得怎么搞的 我今天就跳上来了 这个有点无辜啊 我觉得 我跟这个竹庭不太一样 我比较简单 我认为人比较单纯 我今天来就跟各位讲四个小故事 这四个小故事的主角呢 都有一个共通性 那就是他们都没有拿到诺贝尔奖 我的第一个故事给他一个小抬头 叫做诗生之间 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苦主啊 是一个法国的话学家叫做巴比爷 巴比爷他终其一生 并没有得到他应该享有的地位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甚至于你上网去查 连他的一张照片都找不到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简历 他大概在1879年 之前在应该是非常有名的 巴黎的法国学院 拿到了一个硕士的学位 然后在79年 拿到了药学的 应该是一个博士的学位 他的老师其实是很有名的 叫做Berthlott 79年之后 他就进入了法国的里昂大学 从讲师开始做起 到了1884年 升成为正式的教授 一直待到1919年退休为止 但是为了弥补他的遗憾呢 很多的书你现在去看的话 他将会是 称呼他为有机金属化学之父 这个原因是因为 他在1899年的时候发现 可以拿一个所谓的 有机乳素类的化合物 在这个地方是甲基点 一个有机化合物 跟一个金属铁 以及一个所谓的甲基铜 形态的化合物 一起放在乙米里面 煮那么一阵子 然后再丢到水里面 萃取之后 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 一个三级醇的化合物 所发生的事情 应该是甲基点与铁反应 得到了这一个所谓的 甲基铁化合物 也就是一个所谓的 有机金属的化合物 里面具有一个有机的部分 就是含碳的部分 以及一个金属的部分 这种形态的化合物 具有相当好的化学活性 可以与这一个铜里面 最重要的光能基 也就是这个碳氧的双键 进行一个所谓的加乘反应 把这一个甲基 接到这个碳上面 形成一个碳碳的键结 然后这个地方的 碳氧的双键 转变成为一个单键 最终得到一个 三级醇类的化合物 只不过这个反应 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一开始 发现这个反应的时候 它的复制性不是很高 有时候做可以成功 有时候做做不出来 这个时候它刚好 有一个博士班的学生 叫做葛任雅 葛任雅在当时的博士研究 面临了一个小小的瓶颈 也因此巴比也 把他找过来 跟他说 何不妨你来研究一下 这个有趣的反应 看看是不是可以 把它做得更好 的确葛任雅 隔了一段时日 发现其实要做好这个反应 可以先把这一个甲基点 与美反应 制造出来甲基鎂的化合物 接着把这一个甲基铜加进去 就可以非常成功地 制备出来这一个三级的 纯化合物 也因此他在1900年 就独立发表了一篇最开始的论文 而开始受到大家广泛的注意 非常快地在1901年就拿到了博士的学位 进一步地大家去研究 发现这个化学的反应实在太厉害了 它可以跟各种各样的有机光能基去反应 得到各种形态的有机化合物 也因此在这之后 产生了一个爆发性的发展 有人去估算 从他的第一个报告到1905年 不过五六年的时间 在文献里面就出现了将近两百篇的论文报告 到了1912年 不过十年出头 就一共出现了将近七百多篇的论文 实际上这个反应重要到 1905年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国科学家 我等一下会提到的 Moyzan 就已经称这个反应叫做 葛任亚反应或者是葛任亚试剂 而在1906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提名他 去进逐诺贝尔的化学家 只不过 葛任亚一直企图推剧他 希望人家在提名的时候 是把他跟他的老师巴比耶一起提名 推剧了一阵子 但是并没有成功 因为在1912年的时候 他拿到了诺贝尔化学奖 他的老师巴比耶 并没有同时的得奖 这当然使得他并不是非常地高兴 无独有偶 在当年这一届的诺贝尔化学奖 破天荒地给了两个人 另外一位得奖者 萨布提尔也是一个法国人 做的也是跟金属有关的化学 是利用金属来催化有机化合物的还原反应 或者我们可以称它为氢化的反应 比如说双剑的还原 这在工业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形态的反应 在日常生活上面也有一些用途的 那非常有意思的是 一个强烈的对比是 萨布提尔拿到了诺贝尔化学奖 可是一个跟他从开始就去发展 这个反应的非常重要的助手 Sandrin却没有拿到 所以这一届的诺贝尔化学奖 是非常具有争议的 一个是老师没有得奖 一个是学生或者是重要的助手 没有得奖 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过 葛任亚是一直对于这件事情耿耿于怀的 实际上当诺贝尔奖的新闻公布出来的时候 他就立刻的请他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去询问巴比耶 想要知道他的看法 巴比耶的回答是没有问题 我唯一的遗憾就是 你没有一个人独自得奖 但是仍然 葛任亚在他得奖的讲词里面 一开始的时候就指出了 在1899年 是他的老师巴比耶 第一个发现了这个重要的反应 在过去这二三十年 其实在化学界兴起一个风气 就是企图把一些真正有贡献的人 恢复到他应该有的位置 所以慢慢地我们不仅仅是称 这一个重要的反应为葛任亚反应 或者是葛任亚事迹 有许多人已经开始称他为巴比耶 葛任亚反应 接下来我要谈的小故事 叫做做梦大师 我们的大师是谁呢 克古烈 各位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他其实是在1896年过世 所以我们第一届的诺贝尔奖 刚刚竹亭兄提到过 是在1901年开始发的 也因此他没有活到那个年纪 因此没有得奖 那让我们稍微看一下他的简历 他是一个德国人 他从小其实对于艺术 以及语言是很有兴趣的 他到了德国的基森大学去的时候 一不小心听了一个很有名的化学家 叫做Libich的演讲 据这个克古烈说 他就被引诱到了化学这个领域来了 也因此在一帕五二年 他就在基森这个学校 拿到了博士的学位 在之后有几年他游走欧洲 到了五六年进入了海德堡大学 只有两年就跑到了比利时的Gent大学 在那个地方他其实是以法语来教学的 他的语文能力显然是很强的 最终在1865年的之后 回到波昂 一直待在那个地方 那他的杰出贡献之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在1858年提出了价件的理论 尤其是指出碳是具有四个价件的 例如这个最简单的有机分子甲 是由一个碳与四个氢结合在一块 当时他是以这样子的一个纸面上的模型 来描述他们之间的关系 另外他认为碳与碳可以连结起来 形成为一个碳链 这就勾出了我们克古列先生做的第一个梦 这实际上是在1890年 当他已经非常成名的时候 然后人家为他办了一个会议 在这个会议里面邀请他来演讲 他在这1890年的演讲里面 自己说的 不是我们随便乱掰的 那他说实际上在盖略1855年 那个时候他还在伦敦工作 他没有去海德保大学 他在这个医院工作的时候 因为他住的地方跟这个医院有一点距离 所以他每天要坐巴士上班 他坐的这个巴士叫做Omnibus 我挑这个图给各位看 因为在这个巴士上面很清楚的 你可以看到Omnibus这个名字 实际上这还不是最豪华的Omnibus 那豪华版的是双层的Omnibus 它上面是有栏杆的 你不需要担心 而我们的克古列先生是很喜欢坐在上面的 这一天他工作的比较晚一点 因此回家的时候坐上了最后一班的巴士 当然有点累了 辛苦了一天 他不可避免的可能打了一个瞌睡 这个时候他陷入一个如梦似幻的境界 他说他就看到了一些原子 在他的眼前跳跃 小的原子结合起来 成为一对 大一点的这一对一对的结合起来 就形成了探练 这个时候突然听到车长大喊一声 心声难路 他就被惊醒了 醒了以后他从这一个梦里面 得到了灵感了 然后创立了之后提出来的 所谓的结构理论 不过我们要提另外一个人 叫做Kobe 其实我上一回的演讲提到他 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贡献 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展示了 可以合成出来 畜酸 这个原本认为只有生命体 才能够制造的有机化合物 也因此协力地破除了 当时具有的所谓的生机论 但是他有一个坏毛病 就是他批评别人的时候 所用的那个语言是尖酸刻薄 我认为如果他今天 活在现在这个社会 他一定是PTT 某一个靠北版的版主 我觉得 他看到 刚刚我画给各位那个图 那是克古勒的这个模型 他就酸它 叫它叫做克古勒的 Sausage 克古勒的香肠 很不幸的 这个名字就一直流传到现在 我们都称克古勒的那个模型 叫做香肠模型 所以你不要随便地去霸凌人家 他当时还在研究了一个课题 是跟本这个天然物有关的 本 它的这个化学式是很简单的 六个碳 六个氢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过 碳是具有四个价件的 所以照算起来 你应该会预期 它上面可以接很多的氢 但是在这个地方只有六个氢 代表它是相当不饱和的 意思也就是说 它可能上面会具有一些 或者很多的碳碳的双件 但是它却没有表现出来 一个在当时所能够了解的 这些碳碳双件化合物 所能够进行的一些化学反应 也因此大家都在思考说 这个化合物它到底结构会是什么 也因此这就拉出来了 它的第二个梦 这时间大概是在1865年 它应该还在比利时的Gent 它正在写一个有机的教科书 这个时节可能是秋天或者是冬天 有点凉 有点冷 这个傍晚他坐在那个地方 写这个教科书 这个进展是有点缓慢的 有点累了 也因此他把椅子转向炉火 打了一下瞌睡 他做的这个梦是很重要的 他又梦到了 这些原子在他面前跳来跳去 而且这一次不一样的是 他看到了好像是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 然后他就被惊醒了 接着他又得到了灵感 然后他整晚就花在眼里 这个想法所带出来的一些理论 实际上有些人说 他梦到的东西可能是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咸尾蛇 实际上这个图像是在野精术士的时代里面 去看他们所写的这些实验方法 以及使用的一些仪器用来代表的一些图腾 你常常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图像 它代表了完整啊 生命的循环啊等等 质量的守恒 所以我们常说 日有所思的这个夜有所梦 它的确有可能受到这个图腾的影响 不过不论如何 我们回来看他提出了什么呢 他在1865年的时候提出了 我们来看在这个结构里面 最左上方的这一根香肠呢 以一个双腱的方式 跟另外一根香肠结合在一块 接着在另外一根 以一个单件与另外一个碳结合 接着是一个双件 单件双件 以及单件结合到另外这一端 形成一个环状的结构 或许受到COVE的影响呢 他在隔年就提出来一个修正的图形 在这个修正的图形里面 他开始以这样子的方式来代表碳的原子 在这里所表示的是 碳碳之间是一个双腱 接着是一个单腱 双腱单腱 这样反复地形成一个环状的结构 而这个结构再隔了一些年 在1872年左右 已经更改成为 这一个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表现方式 不过 这一个结构 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在当时 知道可以制备出来 二秀本的话 这是一个所谓的取代型的反应 本上面原先有六个氢 其中有两个氢被秀取代了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 在这样子的环状结构里面 两个氢可以是一个相邻的关系 也可以是一个相间的关系 中间隔了一个碳 也可以是一个相对的关系 中间隔开了两个碳 但是回来看这一个相邻的二秀本 它们两个氢所接的碳 当然是相邻的 但是在一个结构中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双剑 而另外一个结构里面 它是一个单剑 也因此总算起来 应该要有四个二秀本 可是却在事实上 只有三个二秀本 也因此呢 它在1872年 提出了一个 现在非常重要的理论 叫做共振 来解释 它的意思就是认为 这个双剑其实不会固定在两个碳之间 其实会跑来跑去的 换言之也就是在当时的想法 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共振 是已经做了一些修正 在当时他认为是这两个结构 反复的一个震荡 换言之也就是说 这两个结构是没有办法区别的 我们尤其是在我年轻学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用这样子的一个 虚线的圆圈圈 或者一个实现的圆圈圈 来代表双剑 不是固定在两个碳之间 实际上这个两个碳之间的这个剑结 都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长 换言之也就是说 这一个本的结构 它是非常对称 那这一个共振的想法 既然告诉了我们说 其实双剑在哪里并不重要 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两个相邻的二秀本 其实就是一个 没有办法区别的化合物 也因此只有三个相邻的二秀本 这是合理的 更进一步的 它指出呢 如果我们从二秀本 再进一步的取代 变成三秀本的话 其中的一个 也就是现在在这荧幕上面的 相邻的二秀本 我们仔细的判断一下 这两个位置是对等的 你没有办法区别的 这两个位置也是对等 你没有办法区别的 也因此呢 非常合理的 你将会预测 有两个三秀本的一购物 可以得到 但是如果你从这一个相间的二秀本 来做三秀本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 跟这两个对等的位置 还有这个位置 是不一样的 也因此合理的推论 你将会预期 有三个三秀本的一购物 可以得到 另外 你如果从这一个对的二秀本来做 你会发现 对于这个对称的结构而言 它就只有一个位置 四个位置是对等的 也因此 你将只能够得到一个三秀本的一购物 也因此呢 从实验的结果来看 的确是如此的 而且更进一步的 它告诉了我们 谁会是相邻的二秀本 谁会是贱的 谁是会对的 因为呢 它们所能够得到的三秀本的数目 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 我要请各位特别注意 这一个推理的逻辑 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它们当时 以及现在 我们都是要 需要靠着这一样的一个 非常严谨的一个科学的逻辑 去判断一个物质 它的结果 就是这样子的一种严谨的逻辑的推论 支持了我们的科学 一步一步的向前来迈进 我们刚刚说过 它没有活到 这二十世纪 也只是不符合资格 可以拿诺贝尔奖的 但是它实验室 其实是造出来了三位杰出的学生 第一位是刚刚 竹亭所提到的 Vanhoff 是第一届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不过他在克古列的实验室 只待了一个短暂时间 听说他跟克古列两个人不太对盘 也因此他跑到法国去了 跟另外一个蛮有名人叫做Fourts 1902年的第二位 诺贝尔奖得主 Fisher 其实早先也是在克古列的实验室待过的 只不过他后来跑去跟了克古列的另外一个学生 巴尔也就是1905年的诺贝尔奖得主 当时巴尔还在Strasburg这个学校 那巴尔是克古列的博士班学生 非常杰出 实际上 在1873年的时候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克古列的老师Libich 过世 他过世的时候已经搬到慕尼黑大学 当时慕尼黑大学就想要挖克古列到慕尼黑去 不过克古列拒绝了 但是他推荐了另外一个他非常得意的门生 那就是巴尔 巴尔也因此在1875年就移到慕尼黑去了 巴尔是跟克古列做研究的人 所以不会太意外 他的兴趣也在这些跟本非常类似的 我们称它为叫做芳香族类的化合物 其中有一个他跟他的老师都很有兴趣的分子 就是在当时很重要的一个燃料 电缆 只不过 巴尔知道克古列也很有兴趣 也因此呢 他按兵不动 等了克古列十年 老师没做出来 只好他开始继续继续做 终于他把电缆的结构搞清楚 而且也发展了合成的方法 把它做出来了 这也是他得到诺贝尔奖的其中的一个贡献在这里 最终让我们用克古列他自己的演讲词来说 他说 让我们学习做梦吧 神社们 如果是现在他当然会说 以及女士们 然后 或许我们将寻得真理 不过 在发表我们的梦之前 得谨慎地利用清醒的心去求证 接下来我的故事题目叫做 质量索密 或许你已经可以猜测出来 我们的主角是这一位 第一个提出化学周期表的门德烈夫 门德烈夫于1907年的二月过世 所以他是理论上 具有资格可以得到诺贝尔化学奖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简历 他是在恶地时代出生的人 他家里面有13还是14个兄弟姊妹 他是最小的那一位 当他父亲过世了之后 母亲就把他带到了圣彼得堡 在那个地方成长以及学习 他在1865年之前 先拿到了一个硕士的学位 接着在1865年拿到了 圣彼得堡大学的博士学位 实际上他在1861年的时候 已经在一个理工学院开始教书 而且在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写了一本 其实在当时被翻译成 很多国语言的有机化学教材 1865年他进入了圣彼得堡大学当教授 他的思想以及行为相当的前卫 在1890年的时候 在学校发生了一个学生事件 他站在学生的方面 来帮忙学生说话 以至于最后导致了他在1890年的时候辞职 之后当上了这个应该是俄国的一个标准局的顾问 三年之后变成他们的局长 一直到他过世 我们刚刚说过 他已经写了一本 在1861年时候写了一本有机的教科书 实际上在这之后他发现 其实在市面上并没有一本无机的教材 也因此他开始为了写这本无机教科书 开始收集一些元素 以及这些元素可以进行的一些化学反应 也因此不会意外的 其实根据他所说的 他也做了一个梦 他在这个梦里面更直白 他就梦到了一个表 他看到这个表上面所有元素都坐在该有的位置 然后他醒了以后他得到灵感 最终就提出了一个 第一个周期表 这是1869年 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按照原子量 排列各个元素的这些化学性质 所发现的一个周期形 这是在1869年 他提出了第一个周期表 在当时的这一个表呢 跟现在的周期表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以第二周期为例的话 它是把这个周期是由上而下来排列的 另外你在这一个第一个周期表里面 你可以看到 它有些地方打了一个问号 但是后面却有一个原子量 代表它预期在那个位置 会有新的元素的存在 你也注意到 有些元素前面也打了一个问号 这代表了他怀疑这个元素的原子量是不对的 其实在这个提出的周期表的同时 它也归纳出了八个叙述 我称它为门八条 但是今天我们只有时间 稍微提一下三条 最重要的一条当然就是 原子量决定一个元素的性质 然后可以预测有些新元素的存在 某些原子量需要修正 这是我刚刚提到的 他1871年时候提出一个 修饰过来的一个周期表 在这个周期表里面会注意到 以第二周期为例的话 它已经开始由左而右排列 已经跟现在的周期表非常相像了 不过在那个时节 还不知道有所谓的顿器的存在 当它被在这个19世纪的末期 被发现的时候 当然就可以很方便地放在最后这个位置了 但是用这张表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当时就预测了 在铝的下面应该有一个新的化物 它的原子量为68 而在锡的下面应该有一个新的元素 它的原子量应该是72 的确的 在1875年 四年之后 法国人发现了 这个在铝下面的新的元素 叫做Gallium 加 这个名称 因为是法国人发现 他们纪念当时法国被 德国打败的那个城市 所以以那个城市的名字开头为名 叫做Gallium 但是你注意一下 当时 门德列夫所做的预测 跟实际上所发现的新元素的 这一些信实 是非常接近的 而且更精彩的是 在1886年的时候 将近15年之后 锡下面的这个新元素 这才被德国人发现 这个名称叫Gallium 大概可以猜得出来 是以什么为名的 那再一度你看 他预期 门德列夫 预期的性质 一些数字 跟实际上发现 这个新元素的那些数值 是非常接近的 也因此 即便 一些 在1886年之前 不相信 这个周期性存在的人 也不得不 折服在周期表之下 但是 即便门德列夫 是这么具有洞见力的 仍然他对于一些 一些想法呢 也不见得完全是正确的 他当年强烈地批评 一个科学家 他叫做Arenius Arenius 他在博士论文里面 提出一个不得了的学说 就是 在这世界上 存有所谓的 电解值 也就是我们 比如说 熟悉的氯化钠 盐巴 丢到水里面 他认为 会分解成为 一个 钠的氧粒子 以及一个氯粒子 以至于 它会让水导电 但是 门德列夫 强烈地质疑 这个看法的正确性 但是呢 事实不容争辩 1903年的时候 Arenius 这一个瑞典人 得到了诺贝尔的化学奖 可以想象 Arenius 至少在这 20世纪的初期 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 当然他得奖 不仅仅是因为 电解值的理论 实际上 他在物理化学 方面尤其是在动力学 以及热力学的部分 也有非常卓越的贡献 但是 在1906年 其实门德列夫 被提名了 诺贝尔化学奖 已经拿到最后的 大会里面 去讨论 理论上应该是 象征性的通过 但是 半途杀出一个 程咬金 相信这个人 应该是受到 Arenius的策动 因为Arenius 是强烈的反对 被门德列夫拿到这个奖的 也因此 1906年的 诺贝尔化学奖 其实是颁给了 另外一个 重要的法国科学家 Moy-san 我刚刚提到过的 主要是 因为Moy-san 是第一个 把符这个元素 利用电解的方式 给分离出来的人 以及当然 他研究了很多 跟符相关的 化学 非常有意思的是 1906年的 诺贝尔化学奖 是在年底的时候 公布的 实际上 去斯德哥尔摩领奖 是在 1907年的年初 Noy-Boy-san 去领完了奖 回来没有几天 就因为 急性 盲长言 而过世 那是在 2月的27号 再一度的 无足有偶 在这之前 没几个礼拜 我们的 门德烈夫先生呢 也因为流行性感冒 而过世 两个化学界的巨步 都在 几乎同一个时间 过世 某个人家 他过世的时候 你如果去算算看 他其实才不过 55岁 可以说是一个 还有很大发展的人 这是相当可惜的 不过 现在让我们拉回到 今年年初 公布的最新的 周级表 让我特别强调一下 我个人认为 在这张周级表上面 最尊贵的位置 也就是在这张表的 最右下方 让我把这个部分 放大来给各位看 我们的门德烈夫先生 就坐落在这个位置 第101号的元素 注意一下 他旁边坐着谁 坐的是诺贝尔德诺 终究他坐到了 诺贝尔的身边 但是 你再注意一下 他旁边还坐着谁 费米的费 你如果不知道 费米是什么人 你总应该认得 爱因斯坦 爱 实际上 我必须要告诉你 门 要把它做出来 是拿阿法的粒子 也就是 氦的原子核 去撞击爱因斯坦 撞出来的 提出门 这个元素 让它坐在这里的人 是谁呢 是第106号元素的 纪念他的 那一个科学家 是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莱分校的Seaboard 他在1955年 因为合成出来门 而具有命名权 但是在那个时候 正是美国与苏俄 在一个非常严峻的 冷战关系之中 各位也知道 在50年代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 麦卡锡的一个时期 也因此 一个美国人 要提名 一个俄国人 做到这么重要的 一个周期表 上面有点敏感吧 也因此 他非常谨慎地 还把这个提议 提到了美国的政府里面 得到了核准以后 我们今天门 才可以坐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另外 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101的序号 在美国很多重要的科目 它的第一门 都叫做101 如果是化学101的话 代表就是普通化学 物理101代表就是普通物理 所以终究 我们看一看 这一个特定的位置 101号的门 这个元素 象征了门德烈夫 在周期表上面 最基础的地位 最后一段故事 我给他一个英文的题目 叫做Sorentipity Sorentipity直接的翻译 叫做意外的发现 但是这一个英文字 是很难忠实地 去表达它的意思的 我希望各位听完 这个小故事之后 能够了解 它背后真正的意涵 我们的主角 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 叫做巴斯德 但是当然 你也立刻地发现 他其实是在1895年 过是也不符合资格 拿到诺贝尔奖 不过我恐怕 他要拿到诺贝尔奖的话 是因为他在医学 或者是微生物上面的贡献 他有名到一个程度 就是他在百年的诞辰的时候 我们台湾甚至于 发行了一张邮票来纪念他 这是我个人的收藏 那这一张邮票上面的说明 字有点小 让我把它放大来 给各位看 我们的邮局说 他在微生物学 医学 以及化学 各方面都有着急的贡献 不过你仔细看 他这个地方所写的 大部分都是集中 他在微 集中在他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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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学 以及医学 比如说免疫上面的 一个重要的贡献 却没有提到任何 有关化学的贡献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他在化学上面的贡献 是非常卓越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简历 他其实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 是对画画很有兴趣的意思 也就是说对于艺术也是很有兴趣 他很会画画 不过最终很幸运的 他其实进入了化学的领域 在1847年之后 在一个法国著名的师范大学 拿到博士的学位 他老师其实很有名 叫做Dumas Dumas其实在当时 做过法国的教育部部长 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在这个1847年之后 他进入了Strasburg大学 之后游走了一些地方 最终到了1887年 他已经变得非常有名的 甚至于在巴黎 为他成立了一个 巴斯德研究所 而理所当然他就是所长 你如果今天去巴斯德研究所 它里面应该有一个博物馆 里面你应该可以看到 他在年轻时候所画的画 这应该是很有趣的 不过我们今天是要来谈 他的化学上面的贡献 这就必须要提到一个 非常有趣的分子 叫做九石酸 这是在酿制葡萄酒的时候 在他的酒桶的上方 或者是在这张图 你可以看到 这一个软木塞上面 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 这一个紫色的结晶 那它基本上是九石酸的 一个甲盐 不过今天我们要谈的故事 还有一个重要的主角 就是Biat这位先生 他的一个重要贡献 是在1813年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石鹰 你如果让一个 所谓的平面偏激光 不要管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平面的光 如果你让它通过 这个石鹰的晶体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一个平面光会偏转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而且他也发现了 九石酸以及它的盐 配成一个溶液 不见得是要一个晶体 配成一个溶液 你让这个平面光通过它的话 也会偏转 而且天然的九石酸 配出来的容易 它是往右偏旋的 我们会用小写的D来代表 右旋 同时在当时知道 有一个可以合成出来的化合物 它的结构跟九石酸一模一样 就我的化学性质也是一模一样 但是非常重要的是 它不会悬光 没有悬光性 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在当时 因为它跟九石酸非常相像 但是又不能给它一个相同的名字 也因此称它叫做Racemic acid Racemus这个英文字 有葡萄的意思 就让我用葡萄酸 来区别它跟九石酸之间的差异 一个是天然的会右旋 一个是可能人工制造的 它是不会悬光的 好 我必须要稍微地说明一下悬光 让我们从晶体来看 晶体可以是一个 非常具有对称性的物体 这个地方我用一个长方体来代表 它具有不同的长宽高 我用不同的颜色来代表 如果假设这是一个镜子的话 你会注意到它的镜像 如果可以搬出来的话 你将不会意外地发现 它们是可以相互重叠的 意思也就是说 你是没有办法区别这两个 因为它们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这代表着这个地方 长方体是非常具有对称性的 但是如果你切掉一个角 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叫做 半对称面的一个面角的话 这整个结构就失去了 它刚刚拥有的那一个对称性 现在再来看一看 如果有一个镜子 里面的镜像拿出来的话 相信我 你将无法把这个结构 跟这个结构相互的重叠 换言之 也就是这个半对称面的存在 造成了它在对称性上面的一个损失 那这当然并不是 具有悬光性的一个原因 但是事实是 石鹰这种物质 你去看它的结晶的话 它的上面就具有很多的半对称面 也因此呢 实际上它也就可以形成像这样子的一种 不对称的关系 好 巴斯德对于九石酸是很有兴趣的 他在1844年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科学家 Michelle 发表了一篇论文 在这篇论文里面指出 九石酸盐跟葡萄酸盐的晶体 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巴斯德觉得难以置信 因为九石酸盐是会悬光的 也因此可以预期 它的晶体应该是不对称的 那么葡萄酸盐 它是不会悬光的 所以照它的预期 那它就不应该具有这些 这些非对称面呢 换言之也就是说 它应该是非常对称的 也因此它重复了这个实验 而的确地发现 九石酸盐的晶体 是具有这些半对称面 而是半对称的 但是非常意外的 葡萄酸盐的晶体 竟然也是不对称的 但是它仔细地观察 它发现 其实葡萄酸盐的晶体 是有两种的 我找不到它的一个真正的图像 只能够从一个 最近的论文里面 所画的这个九石酸的 纳安盐的一个晶体 来显示给各位看 的确这个结构上面 具有一些半对称面的存在 然后它所看到的 就是大概就是 这两个形状的这个晶体 你可以看到 在中间好像就有一个 镜子在那个地方相互的对应 然后又不能够相互重叠的 OK 也因此在1848年时候 它发表了一篇关键性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里面 它说到 它可以在放大镜子下 把葡萄酸盐的这两种晶体 用镊子来分开 分成两堆 而其中的一个葡萄酸 是右旋的 与天然的九石酸 是一模一样 而另外一种 令人惊讶的是 一种左旋的九石酸 这在当年是没有 从来没有人发现过 它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而且更进一步的 它把这两个葡萄酸盐 各取一半混合在一块 它们所配出来的容易 又不会悬光了 当时要发表一篇论文 必须要在学会里面 经过一个资深的研究员 在学会里面报告一遍 然后才可以发表的 不会太意外的 它的论文掉落到了 Biat手里 Biat在这个时间点 大概是七十来岁的一个人 也因此我用这一张 它看起来比较 有点老态的图像 而我们的巴斯德 正是一个蛮年轻的人 由于Biat对于这篇论文 觉得相当的怀疑 也因此他请了巴斯德过来 告诉他说 我希望你能够在我的面前 把这个实验做一遍 让我看 也因此他问清楚了 所需要的这些材料 器材 然后请巴斯德回去 当他准备好了这些原料跟器材之后 再请巴斯德回来 在他的面前 配好了这个容易 然后放在Biat的实验室里面 让他慢慢地挥发 得到结晶 等到有了足够量的结晶之后 他又请了巴斯德过来 在他的面前把晶体过滤出来 然后按照他所说的 在放大镜之下 把这个葡萄酸分成为两堆 然后个别地配了两个容易 首先先把这一个右旋的 九十酸容易 或者说葡萄酸容易 放到玄光仪里面 证实了的确是跟天然的九十酸 一模一样 接着把这一个左旋的九十酸的容易 放入了玄光仪里面 当他一看到 这个玄光仪产生的变化之后 有一点激动的Biat 立刻转过身来 用他有点微微颤抖的手 紧紧地抓住了巴斯德的手臂 他说了 我亲爱的孩子 你知道外国人都喜欢用亲爱这个字 我一辈子深爱着科学 这个实验让我的心激动 在做少数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 或许你还没有经验 这是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 不可避免会产生的一种生理现象 实际上在2003年 美国化学与化工绘制 特别邀请了一批化学家 以及化学历史学家 来投票表决出来 十大伟大的化学实验 我们巴斯德的这个实验 是名列第一的 在这之后的将近十年 他进一步的研究 他发现其实可以用 其他具有玄光的天然生物碱 跟葡萄酸形成一个盐 一个是酸一个是碱 所以可以形成盐类 然后透过再结晶的方式 把葡萄酸的那两个90酸 给分开来 我们称它叫做拆分 另外他也发现 其实存在有一种黴菌 你如果喂食它葡萄酸的话 它只会消耗掉 那一个天然的低90酸 而留下左旋的90酸不动 当然它就可以成为 是一个利用生物的方法 来做所谓拆分的 一个很好的方法 同时它也曝露出来了 在生命的体系里面 它其实是具有一个天然的能力 去区别这个左旋跟右旋的化合物的 这一个重大的发现 它的影响是什么 其实它们之所以会玄光 当然不是因为这个晶体的不对称性 并不是你拿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长方体 你把它磨出来这些角 它就会玄光的 这些物质它之所以会玄光 代表了比如说90酸的分子 这结构它应该是具有不对称性的 所以我必须要感谢 陈竹廷老师他刚刚提到 Fondhoff 他在1874年 与另外一个法国人 Lebel 同时地指出 这一个不对称性 90酸分子结构里面 所具有的这个不对称性 是来自于碳 它周围的四个架件 上面所接的四个集团 是以一个四面体的立体方式 来坐落的 同时要有不对称性 是必须要这四个集团 完全是不一样的时候 才会发生 注意一下 Fondhoff这个时候的年纪 也不过才是22岁的一个年轻人 正在一个兽医学院 做一个小教授 这又是我们Kobe教授上场的时间了 他说这篇论文 根本就是鬼扯的幻想 这是什么年代 一个无名小卒 可以得到如此的注目 所以各位 当你变得很有名的时候 你一定讲话要特别的小心 不然现在会变成笑话 而让我用90酸的立体结构 来展示一下 给各位看 这是90酸的结构式 这才是天然的90酸 我画了一个相对应的模型 灰色代表的是碳 红色的代表是一个缩机 绿色代表是OH 小小的黄色的球代表的是青 这整个集团你要不要看成是这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 再一度地跟陈老师所展示的 那个结构是很类似的 它们坐落在一个正四面体的四个角落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四个部分都是长得不一样的 这两个结构的关系就是中间有一个镜子在这里 我们拿天然的93做一个例子 你如果把它转一个180度 当然不会意外地 红球转到左边来 下面的转到右边去 但是重要的是这个绿的球 这转了180度 转到后面去了 你如果把这个结构拉过来 企图把红球对到的话 你将会发现这个绿球 跟前面的绿球是没有办法重叠的 换言之 也就是说 这一对的镜像 是你可以区别的两个不同的化合物 实际上我们的巴斯德 是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 因为后来发现 这一个正旋 这个左旋跟右旋的90酸 德纳安岩的晶体 它只会在27度C以下分别的结晶 假如当初Biart的房间 温度高了一些的话 我们的巴斯德将没有办法 在他的面前复制他的实验 可以想象他将会万劫不复 其实巴斯德自己说过一句话 各位可能也听过 他说机会只会眷顾 那些有准备的心灵 如果回到这个小故事的英文抬头 我要说的是 只有那些有准备的心灵 才有机会去迎接意外的发现 我是蔡明明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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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